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西州早期的寿面文中极为少见 西州时期的先民将这神秘的寿面注于顶的外部 内壁注明文武航三十四字 记述周王来到成州的这一年 后戳受到联工馈赠 注了这件方鼎 作为他父亲新的机器 从此他在后世拥有了姓名 后戳方鼎 后戳方鼎在宋代机椅诸鹿 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 从驻鹿可治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奇曾经收藏过此顶 后戳方鼎后归李鸿章家族后人收藏家李英宣先生 得以躲过日寇掠夺 并按李英宣遗愿入藏上海博物馆 宋代以后国的战乱非常多 往往这种青铜器这种平等收藏 经过一次战乱的话就损失得非常大 这件事我们的一级品 不管从艺术价值 从铸造 还从领文 还从它本身的流传经历的话 也算是一种传奇吧 三千年前 一位西州贵族铸造了这件青铜银 他在地底纯睡 直到宋朝再次醒来 他历经战乱 却奇迹般地来到我们的身边 自他再生之日起 就被视若珍宝 因为这份知遇与坚守 我们得以相遇 他的眼神依然天真明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